好 天氣方面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現在主要還是受到東北季風 還有風面的影響 所以在北台灣 現在目前的天氣狀況 是比較不穩定一點點的 所以現在我們來到大稻埕 這邊美食一條街 這邊有飯 有麵 還有湯 那說到大稻埕 這邊大家正中午要來吃美食嗎 那氣溫 降幅也會變得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大家在買主食的時候 多多少少也會買一碗熱湯 來暖暖身 那接下來我們要告訴大家 天氣的變化 未來一週會如何轉變呢 那剛剛有說到 現在目前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嗎 所以在北台灣 現在目前時情時雨 還是有降雨的狀況 那什麼時候東北季風才會減弱呢 預估是到禮拜二的上半天 東北季風會稍微減弱一點點 不過其實也會看到 未來到禮拜二的晚上之後 東北季風還會有另外一波 會影響我們台灣 所以在週二到 一直到禮拜五的這一段期間 影響也會更加的明顯 所以未來呢 可以看到這個雨量圖上 在北部以及東半部的地方 包含宜蘭花蓮跟台東 這部分降雨呢 也會更加的明顯了 那預估呢 要等到週末之後 才有望是比較緩解一點點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如果外出的話 務必要多帶個雨具 還有加一件薄外套 因為溫度也會稍微比較降的比較低 那說完天氣之後呢 現在是不是又有颱風 要來生成或是影響我們台灣呢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看到 現在其實在關島附近 其實有一個低壓96w 它未來預估在今天或是明天的 這個情況之下 有可能會發展為熱帶性低氣壓 不排除在未來的這幾段的期間 有可能會生成為颱風 那接下來我們要告訴大家 有兩個模式 有可能會影響台灣 第一個就是歐洲模式 但另外一個是美國模式 那講到歐洲模式 因為受到高壓的影響 它如果是影響並沒有 比較劇烈的話 它可能就會北轉 來靠近我們台灣 那預估啊 現在歐洲模式是 有可能是會侵略台灣的 反觀美國模式是直接朝西 穿越旅宋島 但不管是直接影響 還是間接影響 其實這兩個模式 多多少少雲系 還是會影響台灣的 那未來在禮拜五的時間點 其實美國模式會比較靠近 但禮拜五的時候 歐洲模式是預估會北轉 再來影響我們台灣 所以週末是個關鍵的時間點 未來還得特別留意 那未來呢 其實我們要看到 如果是以歐洲模式 來影響台灣的話 它的暴風圈 其實在中午之後 還是北轉 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台灣 所以接下來這個暴風圈 未來是不是會整個籠罩台灣 或者路徑上有所變化 還得來關注了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時間鏡頭交換棚內 大雨滑沫 大雨滑沫山壁變成瀑布 土石泥流傾斜而下 土黃色泥水遍布整條道路 完全無法通行 而眼前看到的這一輛黃色保石捷跑車 疑似是因為開上鬆軟泥土 車輪卡在道路上動彈不得 原本亮黃色的車殼也因此沾染上土黃色泥塊 對面駕駛過不來也不敢過來 因此毀堵在山壁的另一側不敢再往前 可以看到今天在金山陽金公路 台二線上8.4公里處是發生了 大面積土石滑落的情形 可以看到現在小山貓以及挖土機 是來到現場來進行清運土石 20日清晨新北金山區突然下起 間歇性的好大雨 造成部分土石泥流崩落 導致有一輛保石捷跑車 還有一輛收旅車受困在道路上 行銷人人獲報後趕緊到現場 架設三角錐疏隕交通 並通知吊車到場協助搶救 幸好兩部車上人員後來都平安脫困 基於安全考量 警方一度進行道路暫時性封閉 而在上午10點多 經相關單位清理土石後 實施單線雙向同行 這段陽金公路是連接北部兩大景點 陽明山和金山的重要道路 不過10月初山土而台風 帶來的強勁雨勢 就導致這段陽金公路 發生大面積土石崩落的情形 沒想到搶通後沒多久 連日雨勢一來又有土石滑落 讓附近居民還有不少駕駛 非常困擾 期盼可以盡速做好防護 別讓土石泥流再阻斷道路 同行為旅國寶黃泉警示宇辰新北報導 熱騰騰豬血湯一碗晚上桌 老闆清晨六點起床準備 手沒停下過 台北這間古早味豬血湯店 在地經營四十多年 店內招牌還有炒米粉 周末人潮變多 就是因為北部開始變涼了 吃麵會比較軟生 比平常多三分之一 外帶人的布 因為人他喜歡帶我去吃啊 熱騰店生意變好 因為氣溫有感下降 受到東北季風增強影響 周日早上最低溫 在新北石定區只有20.8度 新北富貴角也出現21度低溫 而同時也要盛防大雨 氣象署針對雙北基隆北海岸 發布豪雨特報 宜蘭縣山區要注意豪大雨 花蓮澤市大雨特報 五縣市預計會下一整天 而東北季風周一稍微減弱 周二晚上開始又有新的一波報道 北部和東半部地區降雨機率 會再增加 另外氣象專家也提醒 雖然已經10月下旬 但仍要注意下週將有颱風生成 關島附近的熱帶擾動 預計周日會成為熱帶性低氣壓 並發展成颱風 其中歐洲模式預估颱風可能北轉 朝台灣東部外海前進 美國模式則認為颱風不會轉彎 持續朝西 但還是有可能與東北季風共辦 兩種路徑都對台灣造成影響 那它非常有可能在今天到明天之間 會進一步的發展成熱帶性低氣壓 甚至於後續還會再增強尾颱風 它又沒有受到地形的破壞 所以就結構上來講 我們評估未來至少會是中度颱風以上 未來會怎麼走不確定性相當高 各國模式持續調整中 專家提醒密切觀察留意秋台共辦發生 今年颱風季恐怕還沒結束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至於像是在中南過地區的話 則是維持晴朗穩定的天氣 那可能還是要特別留意 就是說像是在目前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是有個熱帶系統正在發展當中 那外它的一個發展的強度 以及路徑的不確定性還是很大 所以對於下週的 下週後期的一個天氣上的一個變化 都還是有一些變數存在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我們所發佈的相關的最新的天氣預報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雲圖的部分 從雲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在台灣上空的雲量上來講的話 主要就是以雲風面的 像是在北部東方部地區雲量上 是會比較偏多一點點 那就整個中瓜地址天氣上來看的話 影響我們這個高壓系統的話 目前就是在中國的東北方向去做移動 那外來的話它會持續是 以比較偏東的方向去做移動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主要就是以東北激風的一個天氣形態 去做主導的一個天氣 我們可以看到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這個大的低壓帶 目前是有一個低壓系統正在發展當中 以目前的一個資料上來看 可能最快就是在今明兩天的時候 就有進步形成在新地下 甚至是有颱風的一個機會 目前的一個資料上來看的話 短期之內它會是以比較偏西的方向 然後往旅洲島的東方海面去做前進 但是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目前的資料上來看 它的一個不確定性 算是相當的大 目前看起來的話 它有可能就是說會以 比較偏西的方向 穿過旅洲島之後 然後持續是往這個南海的方向 去做前進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模式 也有顯示就是說 它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它會逐漸的就是 會往東北的方向 就逐漸有往北的方向 去做移動的一個形形 那如果說就以這條路線上來看的話 可能就是會對台灣的離開天氣上去 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影響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這個 因為到我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它整個 這個模式的一個不確定性 來講算是相當的大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就是 未來這一個熱愛系統 它的一個路徑上面的一個變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的雷達回覆圖上面的一個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面上的基面受到東北激風的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像是在整個 基尤北海岸 大台北地區 還有整個宜蘭花蓮地區的話 都是有一些 對著雲溪正在移入當中 並且是有一些降雨的情況出現 那當然就是說 主要就是以這個淫風面 因為受到地形舉生的影響 所以像是在北海岸 然後大台北的山區 還有宜蘭山區的一個降雨情況 都算是相當的明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過去這一段期間的一個降雨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昨天到今天的一個降雨情況 主要的一個降雨的分布上 就是以這個 桃園以北跟宜蘭花蓮地區為主 那特別像是在整個 整個像是在基尤北海岸 宜蘭山區 還有大台北的山區 整個降雨情況算是相當的明顯 而且這個降雨 都是從昨天的下午開始 然後到目前為止 就是已經產生這麼多的一個累積雨量了 那目前就截止到九點半為止的話 在宜蘭的南澳湘就已經有來到353.5毫米的一個累積雨量 所以是已經有來到這個大豪雨的一個標準 那另外像是在台北的陽明山的話 也是有231毫米的一個累積雨量 然後在基隆跟新北的話 就主要是也是有超過150毫米的一個星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目前的一個豪雨特報一個發佈上來看的話 現在在宜蘭的山區是有發佈到豪雨的一個標準 然後再次就是說在北海岸跟台北市的山區 則是豪雨特報的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說在西北跟宜蘭跟花蓮地區的話 都是以大雨特報的一個發佈去做發佈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整個雨勢上來講都算是相當的明顯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在今天白天來講的話 水性還是會比較偏多一點點 那包括像是在整個桃園以北 宜蘭花蓮甚至到北邊的台東這些地方 都是容易會有下雨的情況出現 那當然就是說像是在整個基隆北海岸 然後宜蘭的山區 還有大台北的山區 降雨的情況可能還是會比較持續一點點 都是容易會有去破大雨或是好雨發生的機會 那這個情形一直要到入夜之後 才會有逐漸減緩的趨勢 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降雨的一個量子上來講 跟今天白天相比其實會是比較趨緩許多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就是說在整個溫度上來講的話 特別像是在整個新竹以北跟宜蘭地區的高溫上 其實有比較明顯的一個變化 就昨天來講的話 因為昨天東北新風是在下半天之後才開始逐漸影響到 所以像是在整個新竹以北跟宜蘭地區的高溫上 都還是有來到32、33度左右 不過今天整體的一個高溫上 大概就只剩下25、26度左右 算是轉良的不少 所以提醒在新竹以北跟宜蘭地區的朋友 可能要特別留下氣溫上面的變化 那至於像是在其他地方來講的話 像是在整個馬祖地區大概高溫就在24度左右 然後在其他地方像是在苗栗以南 還有花蓮台東以及外島澎湖金門 大概就是落在28到32度左右 還是會比較溫暖一點點 那至於在整個低溫上來講的話則是在22到25度 算是比較偏舒適 有點涼的一個情況 好 那再來就未來志祺洲的一個天氣上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從明天的白天開始 這個東北季風就會減弱了 而且水氣上也是有比較減少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在整個大台北 還有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 不過整體雨事實上跟經驗相比 其實會比較明顯趨緩許多的狀況 那至於像是在桃園以南 以及外島澎湖金門跟馬祖的話 則是維持勤到多年的天氣 那另外一波東北季風增強的時間點 會預計落在22號的晚上開始 到時候有一股另外一股東北季風南下的一個狀況 所以到時候像是在整個北部東半部地區的話 開始容易會有一些下雨的情況出現 而且一樣就是說像是在北北基 還有宜蘭地區的話 都是容易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那到了24號之後的話 其實除了受到東北季風影響的一個情形之下 那另外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受到這個熱愛系統的一個外圍雲氣的一個影響之下 所以水氣上來講 會是有比較明顯增多的一個狀況 包括像是在整個北部東半部地區 都是容易會有下雨的天氣 那其中像是在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區還有宜蘭地區的話 都是容易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後期上來講的話 其實整個天氣上中都算是 會是比較不穩定的一個狀況 特別像是在整個北部東半部地區來講的話 都是會比較不穩定的一個情形 那至於像是在中南部地區的話 則還是維持多元到前天氣 但是到後期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視熱愛系統它的一個位置而定 所以提醒大家 這個後期的天氣上來講的話 整個預報的補充定性都算是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提醒大家一定要留下我們所發布的相關的天氣預報 那在就外這一桌的天氣溫度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就只要特別留意就是說 在白色這條的一個 北部跟東北部的一個溫度曲線圖 就今天來講的話 因為整個東北激風影響的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整個氣溫上 大概就是落在25度左右算是相當的舒適 那但是到了明天跟後天來講的話 因為整個東北激風減弱了 所以整個高溫上可以回升到28度上下 那當然是到了禮拜三之後 因為受到另外一波的東北激風影響 所以在整個高溫上來講 又是有比較明顯的一個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在基本上 在前一天大概是有28-29度的一個高溫 那到了禮拜三之後 預計會又掉回去到24-25度這樣一個溫度 所以在整個北部跟東北部的一個天氣上的一個變化 都算是相當的大 那至於像是在其他地方 像是在中南部跟花東地區 或者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整個高溫上都還是可以來到30-32度 不過到了禮拜三之後 因為有東北激風的一個影響之下 所以整個高溫上 又會在略降個1-2度左右 算是相當的有點舒適的一個狀況 那至於在整齊一個低溫上來講的話 其實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改變 大概就是多在22-25度左右 好最後我們提醒就是說 在外面這座天氣上來講的話 主要就是以北部跟東北部地區的一個降雨上 會是比較明顯一點點的情形 而且都是容易會有局部大雨 甚至是好雨發生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外來這一周的話 可能再請北部跟東北部地區的朋友 還是要留意一下這個天氣上的變化 並且攜帶雨去備用 那另外就是說在今明兩天 因為整個東北激風的影響 所以在沿海的一個風浪上 都是會比較偏大的狀況 那另外在這個基隆北海岸 跟東北部以及恆春半島的沿海 是會有常常發生的機會 那前往海邊活動的話請特別留意 那最後我們提醒就是說 要持續關注就是在目前 菲律賓東方海邊上 而外的這個熱愛系統的一個發展 以上就是上午的天氣說明 我問一下 目前路徑分岐是受到什麼原因的影響 可能會比較沒浪 那請問秋來為什麼比較難溢 OK 好 我們秋天的天氣的話 首先第一個 因為在夏天的一個天氣上來講 如果說夏天的一個颱風預測上 相對是比較單純一點點 主要就是因為受到 太平洋復熱帶高壓的一個 導引的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它整個天氣上的一個 就是它外的一個路徑上的一個變化 算是會是會比較單純的一個行星 那但是到了秋天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主要就是因為會有 北方的一個高壓 會有南下的一個狀況 那加上就是還有一些封面的一個系統 所以在秋天的一個颱風上 除了在太平洋高壓的一個導引之外 其實還有北方的高壓 或者是封面的系統 也會影響到這個颱風的 未來的一個路徑上 有一些比較明顯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就路徑上來講的話 它未來就是會先以比較偏西的方向 持續會先往這個 旅宋島的東方海面去做前進 那但是到了這個地方 其實整個分歧上都算是相當大 因為到時候可能還是會有這個 北方的一個封面系統 或者是高壓會有南下的狀況 那會使這個颱風 這個熱帶系統 它外的一個路徑上 是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變化 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外來這一週的話 就是要特別留意就是說 在這個熱帶系統 它接近台灣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整個陸地上的一個變化會是如何 有個 Juby的航空 濮心的這個降り有導致濕龍的 也太 questions 貨汴陸涮亂 其次天才會沒辦法進行 今天中北附地區的降り有可能會審明 跟昨天耗烁麻衣有可能會成人 OK 好 其實我們就今天的降雨上來看了 今天還是一樣 就是說像是在整個桃園以北 然後東半部地區都是容易會有下雨的天氣 只是說就以目前降雨的現況上來看 主要的降雨現況 當然第一個主要就是以北海岸 大臺北的山區還有宜蘭花蓮地區為主 但是現在目前降雨比較最明顯的地方 會是以宜蘭山區為主 就是因為說東北激風進來之後 然後跟一些地形的降雨最後的影響 所以像是在宜蘭山區 目前降雨情況下算是相當持續 而且都是雨量上是有一直在增加的狀況 再來就是說北海岸跟大臺北山區 在今天還是容易會有比較 就是有些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不過因為昨天是因為有封面通過的影響 所以在激風北海岸降雨的情況 都算是相當的顯著 今天這個的話 主要就是以東北激風 以風面降雨的情況之下 大概就是會以比較偏向大雨的形式去做 會有降雨的情況 如果成海的話會是中度以上嗎 中度以上 這個部分的話可能還是要看到時候 它這個組織的一個情況而定 就是目前看起來它在這個 目前這個海溫的一個條件 以及大氣條件都算是相當不錯 所以我們預期就是說在未來這一兩天 熱愛系統其實是會有發展成熱愛性地下 甚至是有颱風的一個條件 但是未來的一個強度以及路徑上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可能還是要等它形成之後再來去做觀察 好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OK 好 那沒有的話 我們上午的說明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